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严峻 也波及全港18区多间安老院舍 院舍老人接连染疫急需各类抗疫物资 香港义工团体全港社区抗疫连线 早前推出安老院舍抗疫物资支援计划 接获全港超过250间院舍的物资申请 该团体迅速行动 召集义工队协助包装运送抗疫物资 守护市民健康 首先我们要招募义工 义工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要将物资包装 第二就是找到一些义工司机 我们也有些车队帮我们去运送 第二就是我们在网上都呼吁一些老人院舍 如果他需要物资的话 我们就安排给他们 到第三阶段就是我们帮忙去派送 就真的安排一些车队 车队就由星期四开始 就去到今天星期日 总共我们都送了差不多200家老人院舍 大概就有60万个口罩 10万个快速测试剂 还有就是2万盒金花 清紧火粒 还有些下桑谷 3月6日中心设计者在位于香港关塘区的义工队总部看到 仓库中有需存放着口罩 各类药品测试剂等防疫抗疫物资 不少义工正在争分夺秒的拆分和重新包装防疫用品 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包装的工作 包装完之后 就放出去外面 他们就送去老人院 有需要的人 那里面就有 这些检测剂 还有下桑谷 还有我们的口罩 包装好 就送给他们有需要的人用 其实见到他们一路去付出去帮一些老百姓 一些香港市民 有些人有钱出钱 那我们就有力出力 现场义工协调人邝家乐告诉记者 日前团体已陆续收到来自中央远港的抗疫物资 包括防疫药品 口罩和快速测试剂等 这些物资都将通过义工的分装和运输 送到有需要的人士手中 我们现在后面金花清紧火粒 就是中央政府支援我们 那我们都很开心得到这些支援 因为其实就在香港里面 有超过1000间安劳院舍 那根据这个特区政府 讲就其实有超过七成 就是大约700间院舍 都有老人家感染 那如果老人家 我们将这些金花清紧火粒 送到老人院舍 给到老人家吃 都可以舒缓确诊者的病情 据悉 该义工团体已于当天下午 完成首轮的物资包装及运送行动 将约60万只口罩和10万盒快速测试剂 经由义工司机组成的爱心车队 送到位于全港18区的近200间安劳院舍中 我开始做这个义工 一直以来就见到中央一路送些物资来我们仓库 包装完之后我们就会逐家逐户去排 其实都很好实在地感受到中央的帮手 不少安劳院舍在收到物资后表示 这些物资援助减轻了安劳院舍的防疫压力 也增强了工作人员的抗疫信心 是疫情之下的及时雨 这段时间比较困难去买这些东西 多谢社区抗疫连线送出一些 我们安劳院暂时最需要的一些物资 多谢 因为都比较缺和需要的 所以都算是一个及时雨 包括口罩和发速检测剂 对我们那些运舍来说 都是非常之需要和有用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